好,那就是呢,我们呢,就是 我们先到这个Microbit这一个网站呢 然后我们可以新增专案 然后我们呢,接下来要做的这一个程式 是会从一个任意的地方 会产生出保物出来 再来,我们先到这个程式 Microbit 今天这个程式呢,就是 这个程式呢,就是 这个程式呢,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那它是按了A键之后呢 这个亮点呢,它就会随机的出现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用在之前的程式里面呢,就是 就是,你这个宝物呢,可以随机出现了 嗯,只要我依然按照 那这个程式呢,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是要 这个点呢,它就是 有 做标X跟 它做标Y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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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0到4 嗯, 嗯, 嗯 就是它 它 tùy chọn một con số là từ 0 cho mà đến 4 好 你们应该有那个 直观的那个 材质嘛 thì các bạn có biết cái con xuất sắc không? 那个 材质呢 你每次一次呢 它就会 出现呢 1到6的其中一个数字 thì mỗi một lần mà mình 通过 xuất sắc ra thì nó sẽ 出现 một cái giá trị là từ 1 cho 10 đến 6 好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现在 把 x 使用来 儲存这个 材质的 所值出来的数目呢 那 它 应该 这边就是 要 打 这个 1 呢 到 这个 6 nếu như bây giờ mình ví dụ là mình sẽ làm một con xuất sắc như vậy thì cái toạn độ của mình thì cái toạn độ của mình thì mình phải cài đặt từ 1 cho 10 đến 6 就是说 这个 纸色的这个 随机取数的方块呢 它 会呢 你每次执行它 它就会 从 1到6呢 随便找一个 数目呢 出来 那 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 micropie 这个 板子呢 所以呢 这里 总共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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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4的其中一个数目字 同理外呢 它也是呢 随机取数呢 0到4 然后呢 我们把X跟Y 做标决定之后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点亮 XY呢 把这个 X跟Y 为做标的 LED 把它点亮 那这边为什么要有一个 不点亮 XY呢 因为我们前面 那个LED呢 我们要先让它变暗 再来点亮新的 LED XY呢 如果这一个不要的话呢 好 那你按的时候呢 它就不 它前面那一个LED就不会变暗 它就会留在上面 X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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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前面的LED呢 让它不点亮 XY呢 XY呢 它有这个点亮跟不点亮 X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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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会变暗 XY呢 XY呢 它随机取数这边呢 它是跟这个数学有关呢 它是在数学的这边 随机取数这里 找到这个方块 X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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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造成一个新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是在 当这个 就是这个蛇的 X坐标 等于保物的X坐标 而且蛇的Y坐标等于保物的Y坐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保物的XY坐标 要重新设定 那么这边还有多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希望 每一次 这个蛇碰到这个宝物的时候 他的得分就会增加1 就是我们现在移动这个蛇呢 然后呢我们就是 碰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显示出一个 你的现在的得分是1 1分 那我们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 这个蛇呢 再抓到宝物一次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个得分2 就是又增加1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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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 就是每一次 就是每一次碰到一次都 增加1分 然后会显示出现在 总共的得分 嗯 就是每一次碰到一次都增加1分 然后会显示出现在总共的得分 所以当你这个 这边呢 就是说 这边那个处理 这两个角色呢 蛇跟宝物呢 是否有没有 重叠或碰撞在一起的 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来写这个程式 所以 ngoài 这个 mà thầy vừa nói ra thì còn cái cách 就是 là dùng một cái lập trình khác để mà phán đoán xem là con rắn ấy đã có vào được cái đúng cái điểm bảo vật hay không 好 我们在游戏这边呢 我们可以呢 来找一下 这个方块呢 当这个 角色 碰到 那我们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得分呢 这一个方块呢 也是在这个游戏呢 这边呢 去找 这边的游戏呢 就是这个得分改变1呢 就是从这里拉出来的 这边的游戏呢 这个游戏呢 就是他这边会有一个得分呢 会把它拉出来 嗯 那他这个 这个麦克波病呢 就是说当 他这个 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本身 他就会显示 是一个方形出来 嗯 那把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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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希望说 显示数字 就要显示这个得分的时候呢 不要被这个方形盖住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暂停一秒 再来显示这个 得分这个数字 嗯 就是说这个 先 这个在这边成立的时候 会显示一个方形 然后呢 我们就让他 暂停一秒之后 我们再显示 就是 得分 嗯 就是 啊 就是啦 kima 个点赞 那它缠某个方形 那我们再显示一个方形 然后再显示一个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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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个得分就不会被那个方形盖住了 嗯 就是 里面的 那个方形 这个方形 它就不会被那方形 那样 那这边呢 就是 就是 但是,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呢,你也要先把得分设为零分 那我们呢,就是现在这个程式是已经写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要自己呢,把这个之前的程式呢,把它加上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看要怎么样来增加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边呢,先把它 把它丢掉 好,然后还有呢,这个 这个一开始也是没有 好,那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形下呢,我直接找一个我们之前的 那我们呢,刚刚这个 看到吗 那就是说我们 昨天的那个讲义里面呢 就是呢,我们是先 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这个蛇的位置 然后呢,再 只是说呢,我们在蛇的位置呢 跟宝物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显示一个爱心 那我们 那我们呢,就是有去说明呢,就是 就是 我们这边呢,就是 我们这边呢,就是 这个蛇的X呢 要 在他呢,跟 跟宝物的X呢,一样的时候呢 就是要先有 这一个判断 然后呢,还有这个 蛇的Y坐标呢,跟宝物的Y坐标呢 是否相等呢 也要这个方块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两个方块呢 把它放入这个 这个方块 这样子的 对 所以呢,它的结果呢,就会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将图结下的 所以呢,它的结果呢,就会是像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说 那在这个 结果呢,我们就会显示一个爱心呢 然后呢,我们就会显示一个爱心呢 然后呢,暂停音 好 然后呢,就是说 一千毫秒就是一秒 嗯,其實我們會改變 當它們共同的量度 這樣它們會停止 它們會停止在一秒 在這裡,它們會變成毫秒 所以,它們會變成毫秒 所以,它們會變成毫秒 還有,我們也要 在啟動的時候 設定一個角色 叫做寶物 嗯 那這個寶物呢,它是 它的 座標是在X等於4 Y等於0 那這個寶物呢,它們會 改變成毫秒的 然後呢,我們還需要 就是說呢,因為我們 這一個是有用到一個 韓式叫做判斷 一段碰撞 嗯,在這裡 我們可以 有一個韓式 找成了 反斷 互相 好,那 所以呢,我們 用這個韓式 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按A 按鈕 跟按B 按鈕的時候呢 都要 去 呼叫一下 這個韓式 嗯 當我們有一個韓式 我們需要 把這個韓式 拿出來 當我們搶 一個韓式 來 第一 那 那 這邊呢 那 那 本來的 程式 是 這樣子 我就 想 到了 就是 有這個 按鈕 A 跟B 被按下的時候,這個蛇的XY坐標要改變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當按鈕A加B被按下的時候 就是改變按鈕狀態 對,讓它就是說 如果本來按AB是水平移動 按一下A加B就會變成垂直移動 對,如果有開始的開始,它會有改變 它會有改變,它會有改變 然後按按鈕A加B就會改變 它會有改變 好,那這邊呢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要除了設定蛇的XY坐標以外呢 我們現在要,就是它要新增一個變數叫做保物 嗯 其實在這裡,我們要改變2.AB 然後A加B 讓它立內的數字才會改變 我們可以改變變數 所以呢,保物 保物 OK,那 就是說 先按一個 產生一個新的變數 然後 你可以輸入保物 按確定 嗯 嗯 所以我們要改變 然後把這個變數保物設為0 然後把它拉出來 把這個變數保物設為0 把他拉出來 嗯 嗯 然後把這個變數保物設為0 然後把這個變數保物設為0 然後把它拉出來 以XY呢,把他拉出来放在这里 嗯,在这部分玩游戏 我们设立了一个新角色的新角色 我们把一个新角色移动的新角色移动 然后把一个新角色移动进去 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把他设定在XY等于0的地方 我们先把他设定在XY等于0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先要设定这个 我们先把一个新角色移动 这边建立一个新角色移动 接下来我们先把一个新角色移动 这里我们先按完成 还有我们先把新角色移动的新角色移动 这边我们先把新角色移动 这边,这样这个移动的名字呢 然后呢,可以随便打都可以 那我们呢,先按照它原来的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判断 然后呢,宝物跟蛇是不是有在同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会去判断 这个宝物和蛇是有同一个位置 那刚才说呢,就是呢 我们呢,需要这个蛇的X做标 就是,我们要去判断 就是,你可以到游戏呢,然后 角色的X,这边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这边呢,你就先把它选成这个蛇的 来开始做标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复制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复制 然后,这边呢,就是 就是,这边选成是宝物 然后,要判断这两个 值是否相等 然后,我们将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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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在这个 比较这里呢,把这个 等于这个 然後把上面這個方塊拉進來 然後把上面這個方塊拉進來 還有下面這個方塊的把它拉進來 還有2個TOPX 人物 combined with the Snack 後來把二根再拼替 那另外一个要判断Y做标的呢 跟这个方块很像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把它 按一下复制 那这个这边呢 就是改成是Y 这边也是改成是Y 然后这两个判断呢 都要 都要那个 都要满足呢 那才能够表示 这两个点是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只能够设断X 就不够设断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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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 这个判断呢就是用 判断这个 这两个点是不是成立了 然后那么呢就做 这个里面的事情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判断Y做标一样 而且Y做标一样 就 显示 爱心 好 好 那 那 那 这个 爱心呢 就是 这个 上面呢 就是 要填入这两个 那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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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 可是 但是弄它过去 它那个热肉桶就破装了 好 没关系 还好还可以复原 哇 这个很难弄 哦 这样好 嗯 嗯 呃 自己把 那个 把 那个 扭在 在一起 他们发现 有错吗 返回的 那个扭在 哪里 你再把滑鼠放在 那边给他们看一下 哦 返回 是不是 嗯 呃 好 然后 那你显示一个爱心呢 接下来也就是要 暂停嘛 就是暂停个几秒 嗯 嗯 好 那现在这个练习就是说 你可以把一开始 那个 讲到那个 随机产生宝物的这个程式呢 看看要怎么样写在这个 程式里面 让他每一次呢 就是 吃到宝物的时候呢 嗯 嗯 他显示一个爱 爱心之后呢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会那个 他就会 在让这个 保物呢 在随机 出现在别的地方 嗯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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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要去呼叫 刚刚那个韩式 嗯 所以 你还是在韩式 这边呢 就是呼叫 做什么 这个呢 这个呢 要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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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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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里 的这里 还有放在 按按下 按下 的这里 把它复制一下 嗯 请民工 可以了 copy 然后 拣它 那实际上 这边 只要 反正 这边 实际上 你要 写什么字 都可以啦 你这时候呢 你再来 执行它呢 它就会正常执行 嗯 嗯 就知道 我们开始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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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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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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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